大家好我們請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幾天台灣的天氣很精彩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北部有一個雲系在這個地方 昨天晚上打雷打個不停 還好沒有進來 不然北台灣這個雨會真的很大 然後南部這邊有一些對流開始發展起來 其實這個就是這個雲雀颱風 帶來的這個西南風 我們過去幾天有一點吹偏北風 西北風 所以這邊暖的空氣就進來很熱很熱 今天開始有點改變 北部雲量比較多 不過也蠻熱的有37度 現在各位有沒有看 其實這個雲雀颱風整合非常的好 預計直接往長江口逼近 直接往長江口逼近 大概在這個禮拜五的清晨的時候 會登陸上海 應該是上海 但是它的環流就連這個江蘇跟浙江 等於是說這個江蘇 這個戶還有浙江 這個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請這邊的朋友要注意一下 當然啦飛行也會受到一些干擾 那最近其實這邊好多勞動 這邊有一顆 其實這個真的有機會發展成為颱風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還要等一段時間 但是下禮拜這些有可能都會發展起來 各位可以看 這個登陸之後很快的 大概在禮拜五晚上就會減弱 熱愛性低氣啊 接下來其實我們就看這邊的發展 這幾個呢都有機會會發展 不過呢現在其實還蠻混沌不明的 因為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的高壓呢並不是很強 所以它未來怎麼走呢 還有待觀察啦 它的變動還有很大的空間存在 所以下禮拜天氣呢 會有幾個颱風 會比較有變動性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說現在會不會進行台灣 所以大家還不必過多的採測 過度的揣測啦 所以禮拜五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南部的這個雨呢要注意一下 可能有一些 除了這個南邊的水氣帶來之外 也有可能 跟海陸風對峙 在沿海這樣的雨勢 你不要小看這種雨喔 有時候下起來還蠻大的 塞巴厚讓大家注意一下 然後這個呢北部呢山區有些陣雨 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 都是有點類似的天氣 當然這個每天的這個陣雨 在這個環境之下可能會不大一樣 所以禮拜四晚上呢 南部有雨勢 北部呢相對很熱 都是比較偏偏熱的天氣 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然後禮拜五呢 其實北部呢 情時多雲偶陣雨 南部也一樣 溫度呢高溫會稍微降一點點 沒有那麼的熱了 但是呢 各地還是有一些午後塞巴厚的機會 那花蓮呢相對的是比較勤朗 然後花蓮可能有一些午後局部性的陣雨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雲雀颱風將登陸長江口 台灣附近的風向呢 轉為偏西南風了 西部的陣雨或午後雷陣雨會增多 那近期呢還是偏炎熱的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了喔 至少不會那麼的熱了